您是不是还在用传统的方法进行浇水 如果是赶紧改 尤其是在家里种果树 中间的土壤还是干巴巴的 难怪您家的植物长不好 大家好 我是佛山阿花匠 我家里有一颗葡萄 今天早上帮它换盆换土 但是当我打开花盆的时候 我是很惊讶 因为整个花盆的中间段 全部都是干巴巴的 当然我不是不浇水 事实上我家现在气温上来之后 每天还是浇两次水 早上五点钟的时候浇一次 晚上六点钟的时候浇一次 每次十五分钟 直接采用喷雾的方式进行喷雾 当然现在打开花盆 我是很惊讶的 喷了十五分钟 虽然现在过了几个小时 但中间也不可能干成这个样子 所以传统的方法实在是不行的 必须改变思路 这就是盆栽种植的悲哀 我们的花盆表面是湿润的 看到没有 这土壤是湿搭搭的 但是在下来大概是三到五厘米的位置 您看这里 这土壤是非常非常干的 我不是不舍得给这个葡萄用土 您看这里还有很多的骨壳 但是您看这个土壤 这个还是边缘的位置 靠近中央的位置 你想会如何 中央估计干得不得了 这还好是一颗葡萄 如果是其他的果树 我估计早就跟我们说拜拜了 我家的这些果树现在都是采用喷雾的形式进行喷灌 当然这个时候有朋友可以说你改一下用滴罐 滴罐会好一点 事实上如果用滴罐好处也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大部分的水分它会顺着这个市去流走 比如顺着花盆 花盆的边缘直接流走 即使是滴罐也只能保证滴罐的位置附近的一个范围之内是有水分的 但大部分的水分当我们的滴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那水分也是会慢慢的跟着边缘给跑掉 所以最终就导致我们的植物明明浇了水 没有任何的效果 这应该是最传统的种植方法了 那怎么样的浇水方法是最好的 其实我在家我觉得最好的浇水方法应该就是这个了 这就是鱼塘效应 在花盆的中央挖出一个洞 埋上一个瓶子 平时这个瓶子是在这里的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把多余的水分给倒下去 甚至可以把这里装满水 这就是可以让中间形成一个鱼塘一样的东西 当然了 施肥的时候也可以往这里去施肥 前段时间有朋友问我 为什么你在家老是不搞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比如搞这个鱼塘效应 老实跟大家说 我是非常喜欢动老子的人 尤其是植物出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思考 到底问题出在那里 如何进行改良 比如这颗葡萄 你看明显中间已经干成这样子 您是随意它继续让它这样生长吗 如果是我 我是不愧的 因为这样生长下去 您这个葡萄养多三五年 可能也不挂果 所以一定要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去解决它 当然了最前提的一个事情去观察它到底有什么问题 当然了 大家如果看我的视频就少了观察的问题 因为我帮你把花盆里面的问题给观察好了 像这样的一颗葡萄 它只是用一个七加龙的花盆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家用一个80甚至90的大龙盆 中间是干的还是湿的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中间是干巴巴的 你想了 明明我浇了水 但是没有效果 明明我湿了肥 肥料去哪里了 因为中间的位置太干了 水都进不去 肥就不要响了 是不是如此 所以最终就导致您家的植物 养来养去 养不好 那怎么办 鱼糖效应 任何的成功往往是建立在失败上面的 很多朋友说我 你养花怎么养得那么差 每次都是你先遇到问题 老实说 不是因为我养得差 也不是因为我先遇到问题 而是我习惯性的进行思考 比如看到这样的情况 您会怎么思考 您会任由他发展吗 还是会想方设法去改善 如果是我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改善 毕竟我在他身上花了不少的心思 我就是想他开花结果 但是他问题不开花结果 他只能怪我们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处理 当我们遇到新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新的方法去改良他 让他的土壤不至于这样子干巴巴 记住了吗 当然如果你遇到你中间的土壤干巴巴 除了用鱼糖效应之外 你也可以适当的往花盆里面 配土的时候往里面加多点海绵 或者是松树皮 不是 那个椰康 当然椰康也不好搞 因为椰康本身呢 他如果时间长了 他吸水能力会下降 海绵挺踏实的 我在花盆里面埋了一颗海绵 放了三年之后 打开之后 他也是吸水能力非常的棒 所以把海绵放在花盆里面 也可以解决中间的浇水问题 当然了 最好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用鱼糖效应 在花盆的中央挖一个鱼糖 你会发现 以后养花 再也不担心植物缺水的问题 好了 今天罗说到这里 我是博沙花家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